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准备去奈良的唐召提示 哇 这里景色挺不错 远远看过去可以看到奈良那边 哇 回头一看 我们从那么远那么高的山上下来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个地方就是308的国道这里 有个农家乐 我现在在奈良的五条丁 这里是奈良市的西郊 别看这个地方偏僻了一点 但是在奈良时代 这里可是日本都城的中心部分 这个地方在古代又叫平成金 公元710年元明天皇 迁都到这个地方 这里是唐召提示的南大门 咱们从这里进来以后 看到的这个建筑叫做金堂 金堂是日本现存最大的天平建筑 也是天平金堂的唯一遗址 今天我们来说说唐召提示 这块地本来是天武天皇皇子的宅邸 在公元759年被天武天皇赐予了建筑 并建成了唐召提示 召提呀 这一词的含义就是在佛身边修行的道场 因为建筑是唐朝来的高僧 故被命名为唐召提示 公元742年 圣武天皇派遣荣睿 普照两位僧人 前往大唐邀请建筑去日本授界 宣讲佛法 按理说早在建筑东渡之前 佛教早就传入了日本并扎根 但为什么天皇还是要邀请建筑 东渡宣讲佛法呢 当时的日本社会呢 虽然已具备了佛教国家的意识 但很多人出家 都是利用出家人身份的豁免权 来逃避劳役和赋税 这呢也导致日本的僧人 大面积的世俗化 娶妻纳妾 喝酒吃肉 天皇一看 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必须得请一位得高望重的高僧 来整顿一下戒律 于是便有了这次邀请 走进寺院呢 首先另入眼帘的建筑呢 叫做金堂 整个建筑的外观啊 一眼看上去就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 最夺目的是屋极上那一对 经历了1200年风霜的痴吻 这个痴吻呢 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神兽 它呢有点类似于龙 经常呢是用作屋顶两端的装饰 用于辟邪 在金堂中呢 则供奉了自寺庙创建以来 安置的多尊佛像 走进内部能感觉到那种严肃的气氛 似乎啊 一心能感受到 当年双目失明的见真大师 依旧在此念佛冥想 这里呢 因为金堂的内部啊 不能进去 而且也不能拍照 所以呢 我就只能找一些图片来 向大家展示一下 金堂内部的样子 在金堂内部的中央呢 我们看到的是 卢舍纳做佛 这座佛像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在它身后的 佛光的雕刻上 刻有了许多小的佛像 据说有一千多尊之多 后来因为各种历史原因 只剩下了862尊 面对卢舍纳佛 右侧的佛像是 要师如来立佛 这尊佛像的特点呢 是佛的视线是往下的 在1972年修复佛像的时候 发现佛像的左手掌中呢 有三枚钱币 由此推断呢 佛像是在平安时期修建的 左侧的呢 是千手观音 大家能数得清千手观音的手有多少只吗 大手呢 是42只 小手呢 则是911至 在佛像下面的那些矮一点的佛像呢 是四天王立像 四天王呢 是佛教的守护神 这四尊菩萨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他们的脸部啊 特别圆润 五官呢 比较扁平 表情凝重 感觉呢 是很有力量 咱们绕过金堂 在金堂后面呢 坐落着一间讲堂 这里啊 是曾经传经不道的地方 该建筑秉承了奈良上代寺院的特点 在建筑大师创建之初 由日本宫廷赐予的平成宫中的东朝集殿 迁筑而成 占地百宫廷的平成宫迹呢 现在已经是片瓦无存了 有幸这一建筑迁移至此 才保存至今 透过它 依稀可以看到当年平成宫殿的样子 在讲堂的内部 安置了本尊弥勒如来的佛像 以及持国天 征掌天 两位天王的立像 迷勒如来的佛像呢 为木造的 宏大清晰有力的表情啊 正是 连昌时代佛像的特征 而这里的持国天和增长天呢 和 之前在经堂看到的有所不同 它呢 除了手上的物品不同之外 在雕刻的工艺上呢 则更加细腻 据说啊 这尊菩萨呢 是见真同来的唐朝同伴 亲手制作的 在金堂和蒋堂中间 以东的位置啊 矗立着室内唯一的多层建筑 这个建筑呢 叫舍利殿 又叫古楼 这个建筑是建于连昌时代 是为了安放建政大师东渡时 携带而来的三千佛舍利而建的 在舍利殿中呢 有一尊被日本视为国宝的金龟舍利塔 这尊容器啊 铸造于连昌时代 工艺呢 十分精湛 它的底座呢 是一只昂首的金龟 金龟驮着莲花宝座 宝座上摆放了塔身 透过铜柱的曼陀罗花纹 可以看到放置在其中的唐代 白琉璃舍利壶 和存放于其中的佛舍利 还有包括着琉璃舍利壶口的 那一枚浓郎代风格的彩丝花网 说到这尊金龟舍利塔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说的是当年建政东渡的时候 在大海上 由于一时的风浪很大 舍利不慎掉入海中 但却在此时 神奇地被一只金色的海龟 拖出水面 舍利失而复得 所以才会修建这尊金龟舍利塔 作为舍利的容器 在古楼的对面 有一栋看上去很细长的建筑 这里是莲昌时代建立的僧房 僧房是古代寺院中 学习佛法的僧人所住的宿舍 我们穿过礼堂来到礼堂的东侧 看到有两座高床式的建筑 这两个建筑看上去和其他的建筑有一些不同 高床式是指用木头支撑起来的悬空建筑 远离地面可以防潮 这些建筑是用于存放寺庙中的工艺绘画经文 还有一些无处割放的 以及破损的佛像 只是现在 长金楼和长宝楼自身就是文物了 已经不再适合存放物品 这些文物都已经存放到东侧新建的长宝楼 其中就有损坏的药狮如来立像 狮子吼菩萨立像 众宝王菩萨立像 十一面观音立像 如来立像 以及金堂上的痴吻 对了还有一块牌匾 上面刻有唐超提示的四个大字 这呢是孝谦天华 模仿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笔记而提写的 中文字幕开订阅 明镇 明镇 中文字幕——YK